接下來的話呢這地方當然我們可以再做一些 剛剛的部分是成績列表 那假如說我今天 再延伸一下 比如說他考了一二三四五次了 或者十次二次都可以 你給他一個次數 如果呢他已經考了五次之後 五次就好了不然十次二次太多了要做很多的動作 考了五次之後呢 那他就要做什麼呢 他就 跳出一個結果來 告訴他說 您的平均為多少 及格幾次 不及格幾次 再再再 那你還可以更複雜一點 如果他及格通通及格的話 那你就 評語就是你很棒 那如果他幾次 諸如此類的但是越寫越複雜 我們先簡單 平均跟及格次數好了 那要怎麼做呢 首先的話呢 第一個 你要讓他 考五次 那五次的話呢 特別注意喔 我們本來是一對不對 一的時候是沒有還沒考對不對 所以一的意思是什麼呢 我等一下資料要放在 第一次 所以呢 我要怎麼判斷說已經考五次呢 這個數字要多少 應該要 應該要 應該要六嘛對不對 六的話才是 如果h等於6 或者大於5也可以啦 大於5或等於6都可以 大於5的話呢 那就是 就是6嘛 如果這個條件 成立的話 那我們就把前面的成績 做平均 平均之後的話呢 並且判斷 他有幾次及格 幾次不及格 好 幾次及格 幾次不及格 這個已經有點複雜了 先看平均就好了 好那怎麼樣判斷呢 首先的話呢 我們這邊一樣1嘛